好来看到玉里镇妈祖宫长期致力于公益 之前就捐赠给妈祖宫的一公顿8公斤白米浇油玉里分局 由分局清查列册核实寄住贫困的家庭 玉里分局长温基西就特别了致政感谢状 远景们亲自将爱心物资送到每一位的民众手上 玉里镇妈祖宫长期致力于公益 之前玉里妈祖宫主委郑孟峰副主委黄清传等人 将善心人士捐赠给妈祖宫的一公顿08公斤白米浇油玉里分局 由分局清查列册核实寄住贫困的家庭 另外国内近期疫情严峻 民众因为防疫在家反而造成开销提升 处境也让弱势的族群独居老人的生活带来冲击 并不像一般民众能够丰衣足食 与玉里分局合作 由人民保姆将众人的爱心跟善意传递给需要关怀慰问的民众 玉里分局长温金兴表示 也特别感谢妈祖宫的善心 原警们将亲自把爱心物资送到每一位的民众手上 记者高松松玉镇采访报道